好的 亲爱的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介绍收听 最后的旁边是初日诊所的医师 徐子瑜徐医师 徐私教 嗨 大家好 我是初日诊所的徐子瑜医师 为什么早上这个子瑜医师来呢 很简单 即将满六字头 所以跟我太太我们发现最近 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以前不会注意就是 肌耐力 就是前面讲我觉得我自己 好因为我自己不是爱运动 然后最近被逼着跟他去走路 手没有两圈 我觉得脚好像有一点没力的感觉 了解 我有点紧张 我找子瑜医师来 我这个要怎么办 因为其实通常我们的一些肌肉本身 就是在30岁过后其实就会开始逐步的流失 会递减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一些 例如说营养的补充或是运动的训练 其实他流失的速度 特别是在例如说中老年之后 就会开始有更加快流失 然后除了肌肉的本身的量的流失以外 其实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肌力本身也会开始下降 这是有可能发生 对 我以前不相信 或者我觉得没什么感觉 可是我 是因为快要六字头 所以 所以他会 啪咚 忽然间跑出来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建议 就是观众朋友说 如果后来 就是接下来 在例如说40 50 甚至60之后 就要开始逐步的去开始 有一些身体的活动 或是肌力本身的训练 甚至一些微微的一些负重主力训练 都是很好的 所以重力训练 重量训练可以 对 啊 还有 像 我太太她自己有个感觉 就是说 因为她是有游泳的 嗯 可是她 她即使在做游泳 她觉得好像 好像 她还是很困扰 因为她觉得她的肌耐力掉的 掉的很快 嗯哼 我因为是不运动 我可以知道 可是她有运动的人 嗯哼 像 像 像这 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怎么去 去 去 去做自己 的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 去健身房做重力训练 是 其实 就是像一般来说的话 有些人就会直接想到直观 就是说 如果假设要做一些主力 重力训练 是不是一定要去健身房 可是其实 不完全是 因为对于一些 例如说家中的一些长者长辈 你叫他们一定硬要去健身房 有时候其实 没有一些教练的陪伴 或是指导 其实很容易运动伤害 对 然后我是时间上没办法 对 而且再加上 就是基本上像是有些人 例如说像您的说 时间没办法是一件事 还有再来就是 身体本身的状况 有些很多高磷长的 可能就会有伴随一些 像是膝盖 会疼痛的问题 会 或者是膝关节退化的问题 那这时候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可以考虑用 例如说一些水中的 一些运动的方式去取代 对 水中运动 因为像刚刚您提到的游泳是一种 那其实当然水中运动不只包含游泳 还包含例如说一些水中的有氧 或是甚至呢 只要在水的一个 就是泳池的一个状态下 去做一些 例如说核心的一些 肌力训练 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在游泳池 为什么要在游泳池做核心训练 因为其实 应该也不是说一定要在游泳池 也就是说你让你的身体 是在一个水的环境环绕之下的一个状态 去做一个水中运动 它的好处是在于说 就是我们水本身 它是不是提供一些像是 例如说福利啊 阻力啊等等的 对不对 哦 对 哦 我想的 所以对我的关节压力 就会比较轻 对 没错 因为当你在水中去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光是站着的时候 你其实水提供一个福利 对你的一些膝关节的一个压迫 就会变得比较小 可是像我是汉鸭池 我不会游泳 我只会水母飘 后来就没有在学 是 我也可以去做 当然可以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游泳是其中一种 就是游泳是最直观 就大概就是 开始例如说 有一些阳室啊 蝶室啊 蛙室啊 等等 但是你像你刚刚说 不会游泳的人 难道就不能做水中游泳 也不是啊 就像刚刚我说的 就是水中有氧 或是水中的一些核心运动 你其实就站着 你这样的 你的头是 碳在水面外面 但是身体是在水里面 光是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它就是 其实就可以开始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肌力训练 例如说像是 我们在水中进行一些漫步 走路 对走路 或者是比如说抬腿的动作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例如说我们的 要训练上肢 你也可以进行 例如说开合的动作 对 就是手臂的开合动作 或是甚至 如果你想要再进阶一点 高难度一点 有些像是水中的深蹲的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水中做深蹲 对 这有没有试过 对 而且因为 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有些人 就像你刚刚会说 那这样子在水中做的时候 会不会跟 例如说在陆地上 做的时候的一些 例如说我们的重量训练 或者是 例如说健身房 有一些器材 这样子会不会差太多 其实也还好 原因是在于说 水 本身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讲 它会提供一些阻力 对不对 除了福利以外会阻力 所以它的阻力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调控的 怎么调控 就是我们 例如说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慢动作跟快的动作 水的阻力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借由你动作自己 在调整你的动作速度的快慢 然后还有包含 接触水的洁面积 就可以让我们的 在水中的一个阻力 可以受到调控 其实反而这样子 是有一点像 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模式 可是我如果要去 在游泳池 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这个需要 我需要找个教练吗 其实我还是会建议 如果完全没有一些运动的基础 或者是例如说 本身没有一些运动习惯的人 我还是会建议要找教练 还是要找教练 比较好 对 因为毕竟有个教练 先指导你一些正确的 一些知识 然后你后续 如果要自己在有空的时候 再去做训练的时候 这样的知识 你本身会比较恰当 可是像话 像我们不会游泳的 丢脸了 我如果要去游泳池 要做这些 有没有推荐哪些 应该讲运动吗 不是运动 方法 或者是知识 会 就是像我刚刚 有跟您提到的 前面有提到的 如果你非常的出街 那就你光在水中 你又在水中走路 走路 就是一个方式 或是站折的时候 例如说就是 训练上肢的开合 上肢开合 就是手臂的开合 或者是例如说你说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水中的深蹲 就是一个方式 那当然有一些 进阶的方式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 有教练指导过 或是自己以前 就有一些运动习惯 然后本身 也不会比较拼杆 比较好 那当然就可以进行一些 比较高难度 像是水中 甚至可以开合跳 等等的一个方式 水中可以做到开合跳 对 但是这个是比较进阶 所以会建议这个 还是要有教练指导过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水中运动的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除了刚刚说 他可以激励训练以外 他其实啊 也可以就是 就是训练一个 长者的一个平衡能力 因为长者其实最担心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跌倒 跌倒的方式 而且呢 其实我后来自己啊 有近期有去看一些 就是相关的一些论文跟文献 不管是国外或是国内 他们有的一些是针对 比如说65岁以上 或者是说70几岁80几岁的 一些长者 他们去做相关的一些试验 然后他们就是指导他一些 水中的一些运动 然后这样子的话大概 他们的频率大概是抓 就是一周 就是有两次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然后一次课程的话 大概是给他们 大概45到60分钟 对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持续的话 就是让他们这一些收视者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运动水中运动 然后大概进行 大概两到三个月 然后去观察他们的 这样子一个 就是 例如说像是他血压的变化 或是一些体能的一些表现 然后还有包含去测他的那个 我们所体组层的一些变化 其实都发现都是有进步的 就是不论是在 例如说 我们的一些脂肪的减少 然后或者是例如说 像是肌力的增加 肌力不是流失了就没了 没有啊 肌力训练 我说肌力 好 肌力 对 肌力的增加 然后还有包含 例如说体能的表现的增加 然后还有甚至 跌倒的次数的减少 他们都有发现 相关性的一些好处存在 然后像 后来也有一些 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血压的部分 其实也有一些人发现说 经过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之后 有些老人家 其实他的那个 原本有血压 比较偏高的状况 其实血压也变得比较稳定 我知道运动 适度规律的运动 对啦 对血压 后来会有 长期下来会有些帮助 对 然后而且其实像 我们就是说老人家的话 这个部分来说 他当然除了 运动训练以外 像你太太有在做游泳对块 那其实有运动很好 但是也要特别留意 就是我们的营养的一个补充 像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蛋白质 对 所以蛋白质的话 其实就像我上次 可能也有在其他的节目 或是在您这边 也有提到说 就是我们像老人家 如果完全没有一些 肾脏方面功能上的问题 那其实的话 一天 他的体重的公斤数 就大概吃到1.5 到2克的蛋白质 是OK的 是OK的 而且蛋白质的摄取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也会建议像是 维生素D的补充 也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维生素D 它对于我们的肌肉的合成 扮演着很重要的 一个辅助性的角色 而且不只是这样 在高龄长者 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 就是骨质密度低下 或是骨松的问题 维生素D 它对我们盖的一个吸收 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存在 对 这个 这个大概都是 开始遇到 可是有一个 好 我一个 我不晓得那个 该怎么讲 好 肌耐力 肌耐力我流失了 还能够拉回来吗 肌耐力是可以训练的 是可以训练的 是可以训练的 对 但是它不会说 不会说肌耐力 摔弱以后就训练不回来 还是 不会啊 基本上是还是可以训练 起码就是 你训练可以延缓它的 例如说不管是肌肉本身的流失 或是肌力的下降 起码可以先维持住 然后更好一点之后 再逐步再把它提升 这样子 那我再透过营养补充 可以把它拉回 慢慢拉回来 对 可以慢慢拉回来 因为蛋白质的话 我需要去分红肉白肉这些吗 我会建议以蛋白质的摄取的话 基本上大家就不要说 每次都只吃同一种的 例如说肉类或是蛋白质的来源 你说红肉也可以 然后白肉也可以 然后或是鸡 当然也可以 鸡蛋也可以 豆腐也可以 就是植物性蛋白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 通常我都会跟我整间的患者讲说 其实我们的一些肉类的来源 除了大家常见的牛肉 猪肉 鱼啊 海鲜啊 都是可以的 蛮好的一个来源 然后再来像是 你刚刚说的鸡蛋 豆腐 豆浆 其实都蛮好的 甚至毛豆 其实也不错 毛豆 为什么 毛豆它是 其实所提供的一个 植物性蛋白的价值很高 哦 嗯 而且毛豆 其实凉拌蛮好吃的 毛豆我都会配啤酒 所以酒精本身 它其实 它空有能量 然后没有什么营养素 所以通常其实不太简易 那纯粹是为了口感 对 然后再来其实腰这边也要 其实也想要提醒 就是不管是那个董好哥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就是家里面如果一些 中年以上的 或者是长者想要进行 刚刚讲的一些水中的运动的话 其实初学者就像我刚刚说的 还是建议要有教练去指导 然后最好还是要有家人陪伴 因为高龄长者毕竟如果没有一些 运动的习惯或基础 怕还是会有一些危险 然后特别要留意的是 例如说 进行水中运动的时候 所在的一个水温的状况如何 也要帮家里的长辈留意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皮肤的 有一些伤口 或是比如说 有一些心脏病的问题 或是血压真的是过高的异常 这些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族群 都还是建议在 进行这些水中运动之前 都还是要先咨询过我们医师 然后我们评估过 或甚至请那个 例如说教练也一起指导过 之后再进行会比较安全 可是子余医师 像我们医师也 还有一个疑问 游泳 就游泳会 肚子会瘦下来吧 好像不会 游泳其实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 我总觉得好像很 游泳其实胖子比较多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 就是游泳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单靠游泳 或者是单靠运动去减重 或者是例如说 减掉腹部的脂肪这件事情 只有单做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是办不到的 你还要搭配饮食的调整 所以他们可能是饮食没有配合 饮食的调整 居然是今天有一个人 他很认真在做运动 然后结果运动完之后反而 因为我们通常 每一个身体进行一些运动或活动 跟平常不一样 例如说你今天一突然症运动很多 身体就会突然觉得 好像需要吃东西 会饥饿感 就变多 然后就反而就吃更多 那这样子 然后在吃更多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又没有去好好的选择 你的该吃的一些 摄取营养的一些比例原则 那这时候就会反而变胖 然后或者是甚至反而就是 腹部的脂肪就会增加 那其实这样子反而其实就达到了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效的一些去做减重 或是减掉腹部脂肪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可是像像我们在水中 水中这样子做这些 比如说跟核心有关训练的运动 跟在健身房到底 路上感觉哪一个会比较直接 有效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看你的受众族群怎么样 就是像我刚刚说 如果假设今天对于一些长者来说 他怕跌倒 然后他又怕说 例如说膝关节本身已经退化了 或是膝盖在走路的时候会痛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群人 他就不适合去健身房 不管他今天到底是去健身房 会不会比较方便或者怎么样 他其实相对起来就不适合 那这时候他就应该要选择是 帅水 比较适合的一个运动 对 了解了解 好 因为我 我为什么觉得 我一直不去健身房 因为健身我比较贵 好 了解 好 今天我们谢谢子余医师 好 我会试着强迫自己 不要说强迫 我会试着跟我太太再去游泳池 对 谢谢 不会不会 谢谢 谢谢大家